第一阶段投票持续两天,每天从当地时间上午8点开始,傍晚7点结束。 本阶段共设有3800多个投票站,合格选民约为1700万。 今天,投票开始前,开罗许多投票站外已经排挤长龙。 士兵和警察在投票站内外维持秩序,投票过程平稳。 为使选举受到更好的监督,此次人民议会选举分三个阶段进行, 每个阶段在9个省举行。 选举最终结果将于1月13日前公布。 今年2月11日,穆巴拉克总统因国内抗议活动辞职。 此后,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,议会被解散,宪法终止。